小姐姐追剧 最近阿B给我们推了一部剧 我一看 我好多喜人了 但他们说 有你到 我本来是不信的 直到小黑深夜 给我发了这样一条语音 有没有人跟我一起看这部剧的啊 为什么他们这么轻轻笑声 我还是很难过啊 我是犯快的 这部笑得我肚疼 哭得我眼睛痛的剧就是 明日有情天 这是一部聚焦病患的青春群像剧 主角团是一群高中生 跟普通青春剧不一样 他们不在学校读书 而是在医院治病 男主承辉病房新人 因为在篮球赛上误打误撞 摔伤被送进了医院 在这里他偶遇了患有料毒症 长期住院的班长陆雨晴 本来承辉以为自己只是小伤 住院休养几天就好 快住院前还在跟班长嘚瑟 我这是实习生 不像你 有编制 然而他不小心在护士站看到病例 才知道自己检查出了骨肉瘤 也就是通死意义上的骨癌 从此背提一份医院大编制 住院的日子里 陈辉和陆雨晴 陆续认识了其他病友 患有卵巢癌的暴躁 拽解力总 魔方玩得很溜的 孤独症患者董天然 还有病房盯制户铁哥 跟陈辉一样 都是骨肉瘤患者 天天在病房里 豪羊毛细兄弟就帮他砍一刀 连医生也不放过 再加上躺在床上演完了整部剧的植物人唐唐 众神归位 全员有病 六个人的红万代逆天改命社正式成立 本来我以为这会是一支苦瓜小分队 但恰恰相反 他们的梗特别密 经常冒出一些初中午笑点的冷幽默 陈辉刚知道自己的骨癌的时候 有一种淡淡的死感 先是写了老长一串遗嘱清单 分配赛博遗产 然后自己给自己看目的 定制豪华阴宅 接着他就开始焦虑身体每一个细微的变化 天天追在医生后面跑 小赛医生小赛医生 我这个指甲是怎么回事 小赛医生小赛医生 你看我这个青春痘是什么 小赛医生小赛医生 你看我这个舌台是什么问题 我不听我不听 病患之间举办篮球赛 那边装备豪华 电动轮椅都准备上了 咱们逆改设这边 却急起了浪弱病悍 他们请患由阿兹海默的老丁来当教练 老丁几里呱啦讲了一堆理论 到了实战的时候 鱼的记忆启动 这部剧真的很擅长 用自嘲来化解病痛 甚至偶尔你会觉得 他们挺神经的 比如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天然想保护鸟窝 大家想保护它 于是一群病号 莫名其妙地开始淋雨撑帐篷 虽然不知道在燃什么 但理由让人无力反驳 那我在这儿鱼是不是有病啊 我在这儿有病啊 它能不能走啊 太好吧 它们有什么做 它们只是想给小鸟一个家 因为它帅 随着相处健身 大家感情的羁绊也越来越多 那种做动乱手术缺钱 天然想利用魔方天赋 去参加节目赢取奖金 但那种担心嘈杂的环境 会导致它的病情恶化 不接受它的帮助 明明都关心对方 却各执一词吵起来 团宠装上团霸 让我们替天然莫哀 谁在说话里给我下车 我要参加比赛 后排的两个人 硬着头皮给天然求情 让我们替他俩莫哀 这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搞笑的日常之外 他们建立了友谊 温暖治愈 让我感觉有人情味 铁哥作为社长 最新与张洛社团活动 但成辉和雨晴 因为帮同学过生日 耽误了时间 不小心让铁哥白等了一晚上 铁哥能理解他们的爽约 他不是生气 只是不可避免的 有点失落 因为大家都有医院外面的生活 有除了病友之外的同学 但他已经休学7年了 好像除了治病就没事可干了 为了安慰铁哥 大家就想实现他团建聚餐的计划 于是纷纷发动社会关系 帮铁哥的朋友圈集赞 参与餐厅的免单活动 连孤独症的天然都出动了 我看到这里 哇 实体暖暖的 对于铁哥来说 医院外面就像一个 与他无关的平行世界 平时砍一刀 都只能找病友医生帮忙 而逆改式的小伙伴们 能察觉到铁哥敏感的情绪 守护他们这份友情 团魂拉满 这也是我要安利的一点 这部剧以病患的视角 去探讨各种现实问题 带我们了解 剖析他们的类型想法 开头我看到 陆雨晴隐瞒病情 其实不大理解 他勉强自己的身体 为班级做很多事情 甚至宁肯背着机器 自己做副套 也要从医院偷偷跑回学校参加比赛 我当时也着急惨了 孩子里也太倔了 面子能有命重要吗 那我不要面子的 后来我才了解到 他不想公开病情 是害怕同学们知道他生病后 不管是孤立疏远 还是刻刻气息保持距离 都在强调 他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类 生病有一个阶段 就是会拼命的证明 自己和正常人没什么不同 尤其对雨晴 这样处于青春期 高度自尊的人来说 比病情更可怕的是歧视 哪怕这份歧视是隐形的 是藏在同情怜悯的外衣下的 就像一对白子中 混入了一个黑子 那么突兀 他们回身不自在 关于病患和家人的关系 这部剧也给出了新的角度 家人想要同甘共苦 对病人来说 可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就像铁哥从小跟姐姐相依为命 生病之后 姐姐也一直尽心尽力的照顾 但在内心深处 铁哥害怕他是姐姐的累赘 害怕自己拖累他寻找新的人生 都说健康的人有一百个愿望 生病的人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变得健康 但铁哥的愿望 却只跟姐姐有关 我希望你这边自由的 所以姐姐结婚的时候 铁哥努力练习用意志走路 就是想为他做点什么 哪怕只是用正常人的步伐 陪他一步一步走下那条长长的台阶 也至少让他以后回忆起来 能够圆满一点 还有一段情节 我的印象也很深刻 他让我切身的感受到了 病人要不要积极配合治疗的挣扎 陈辉的病情突然恶化 医院建议截肢 对他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因为铁哥截肢后 恢复状况良好 陈辉爸爸就想让铁哥 帮他开导一下儿子 劝他接受手术 但他不知道的是铁哥的骨瘤 已经转移到了眼眶 即将失去一只眼睛 病魔降临的时候 从来都不会给我们选择 所有的治疗 也并不会承认你会痊愈 因为生病是一个 无止境的过程 反反复复 如果病人的意志力不够强 就会丧失意义感 导致崩溃 我已经很积极了 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已经在交朋友了 我已经适应这个生活了 为什么还是我 凭什么呀 本来陈辉准备开始 提前适应节之后的生活了 但他遇到了一个厌食症患者 又让他犹豫了 这位患者已经多次复发 陷入厌食 暴食的轮回 最终深深的自我厌恶 难道挣扎只会带来 虚无的希望 别无他用吗 这时 朋友们坚定的鼓励他 已经查了很多 骨肉瘤的案例报告 告诉陈辉 不手术的后果 就是肿瘤恶化 疼痛加剧 还伴随各种并发症 铁哥也让他不要去纠结 节之这个选择有没有意义 对于病人来说活着就是意义 陈辉终于同意手术 他截肢铁哥眨眼 上手术台之前 他特意还去跑了一串 体验最后有腿的感觉 做完手术之后 就是逆改设的传统艺能时间 地域笑话 你爱爱你呢 在你腿上呢 总而言之 我本来以为这部剧会很沉重 但其实整部剧的讲述方式 非常的诙谐 举重若轻的呈现了 病患抗癌的日常生活 做到了把病人当普通人看待 虽然笑点和泪点并存 但不是一味的洒狗血 催泪 但不煽情 看完最后的大刀 难受的可以找小黑儿 专业陪酷 包了 吸不得水 我的泪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关于明日有情天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或者想看哪部新剧的repo 都欢迎告诉我们呢 希望我们不要忘了关注 画很多的小姐姐们 我是戴梯追剧 帮你排来的小黑 我是很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